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美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讽刺短片 反社会人格 片如其名让我们来看看 现在的人们真的都具有反社会人格吗 故事的一开始 一个小萝莉熟练的从自动贩卖机买了一瓶饮料 机器虽然冰冷 然而却热情的招呼着小萝莉 可她拿起饮料 头也没回的就跑远了 原来小萝莉急着去赶电车 可当她跑上台阶时 不小心脚底打滑摔倒在地 钥匙也掉在了地上 这时走过来一个机器人 她扶起萝莉并捡起钥匙递给她 小萝莉愣了原地 她显然没有预料到一个机器人会对自己如此友善 机器人只是自顾自的说了句 不用客气 然后转身离开了 说来也巧 小萝莉和那个机器人坐上了同一辆电车 小萝莉看着机器人为抱着小孩的女人让座 女人一言不发的坐了下去 好像这一切都是应该应份的 可机器人依然说了声 不用客气 接着小萝莉跟着她来到了天桥上 正好这时有一对情侣向机器人问路 机器人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线路给两人说清楚 可情侣同样连一声谢谢都没有的 就走开了 机器人心态倒是好 依然和蔼地说了一句 不用客气 随后小萝莉跟着机器人来到了湖边 看着她把别人扔掉了的垃圾 扔进了垃圾桶里帮助别人推婴儿车 可这些人无一例外丝毫没有道谢的意思 这仍然没有打消机器人的机器性 她还是重复着那一句不用客气 小萝莉很是纳闷 为什么没人说谢谢 她还是会乐此不疲的帮助别人 难不成她没有察觉到吗 小萝莉收起背包打算去告诉机器人 于是在马路旁当机器人弯腰系鞋带的时候 小萝莉走上前去对她说道 你的善良一文不值你看不到吗 没人感谢你 机器人很是迷茫 她看了看小萝莉 有种欲言又止的感觉 很快绿灯亮起 小萝莉随着人潮向马路对面走去 当她走到对面时 发现自己的钥匙掉在了马路中间 她想回去捡 但是来不及了 关键时刻又是机器人走了过来 帮她捡起钥匙 这次小萝莉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 谢谢 随后她发现原本是机器人的她 竟然变成了真人 小萝莉的思绪也回到她帮助别人的画面 她正准备说声不用谢 一辆飞驰过的汽车就把她撞飞了 瞬间那个男人倒在血泊之中 小萝莉也被吓得说不出话 而周围的吃瓜群众没有一个上前关心她 只是在独囊着 车速这么快一定活不成了吧 小萝莉望向四周 发现路人全都变成了机器人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影片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一是在科技不断发展的新时代 人与人的关系渐渐变得疏远 人类所独有的那份善良也是一旦去 而机器人虽然他们的四肢冰冷 但却越来越有了人的善良与热情 在这样的反差中使得人类甚至不如机器人有情感 二是善良的行为使人的灵魂变得高尚 可如今的社会我们的善良如此廉价 行善良人却愈发卑微 这部超讽刺短片既是一种警醒 同时也是一种疑问 你真的把别人的善意当作习以为常了吗 小伙伴们你认为哪一种理解更能体现出短片的初衷呢 快在评论区给下面留言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